马太福音六章九节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父象征着天父跟我们的关系是亲密的 耶稣在马可福音中只有六次称上帝是父 而且从不在门徒的圈子外使用 可见这个关系并不是随性的一个称呼 而是相当的体会 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六节 勉力信徒说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猜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 乃是儿子了 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事 保罗要信徒知道 信了主以后自己不再是奴仆 而是儿子的身份了 同样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也说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再次保罗也要罗马的信徒看见 自己跟上帝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 其次不仅当年从法律背景出来的 犹太基督徒有一个倾向 把上帝的关系视同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 所以活在工作和惧怕里面 今天的基督徒其实也是很多人是如此的 在教会里是按着律法和传统在敬拜和侍奉 对于天父的慈爱是相当的陌生 特别是我们华人基督徒 可能因为华人文化里的父亲形象 多是严妇 加以现代破裂家庭的激增 造成很多的缺席的父亲 欺负 报复 许多人成长的过程当中 从未感受到父亲的爱 导致信主以后 把自己对父亲的认知 反射到天父的身上 明在西伯来文当中 代表一个人的本质 特征和人格 就如亚伯兰的意思是崇高的父 上帝将他改名为亚伯拉罕 意思就是多国之父 而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他这个人 和神赋予他的使命 圣原文是不同或者分别 可以当作圣的遵从的使之成圣 所以有些地方就翻成分别为圣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这个概念一直是犹太 祷告的核心价值 它基本的意义都是愿人 尊敬上帝 承认上帝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意义最清楚的 记录在生命纪六章四节 以色列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而十节第一条也说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这就是尊天父的名 为圣的意思